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飞鸿 我是熊熊 好了 那我们这次去哪玩呢 看看你带我去哪 看你穿成这样也是想打卡 介绍一个好地方给大家 就是这里的Park Nature's 这一个世外公园 这里大概有十几间车 有分有贵有便宜有大有小 有看到天空有养得宠物的 没来过我就已经幻想到 不过跟我幻想中的 其实试了一点出入 这个是真的 因为我之前看到的那些 是真的只有一个地 然后有很多车 它整成这样排在这里 之后就没有 这里很有区域性 很舒服 就是有娱乐的位置 这个必须要说的 这个必须要说的 如果这里是一个真的领养的基地 就是会搞这些领养活动 是必须要宣传的 请踢到这一幅屋里 虽然它是慢性子 但我相信它也会有不同的 似乎应该有类似的 即是那些叫活动 好了 那我们事不宜迟 快点进去内拢 看看什么环境 好,Let's go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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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已经率先 搶了人家的房间 来拆掉 いただきます 都挺大 胖一点都睡不到上一架床 而且这是适合我的身形 它也挺好的 它有衣柜可以 其实这个是适合一家大小 或者是两个人过来 它有分有宠物和没有宠物 现在这辆车是没有宠物的版本 其实对我来说是不重要的 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睡醒后要做什么 所以我很喜欢这个位置 因为这个可以用来 好像麻雀台来的 真的吗 太好了 我好聪明 而且是电动 这个可以 这个可以 我们有餐具 本身 然后叉油烟机 还会开灯 然后水煲 又是一堆餐具 最重要的是什么 一定有冰箱 所以就不怕到时候有什么 我进来就说不切会坏 我好喜欢这里 刚刚那些 应该不是我睡的 我应该睡这里 因为旁边我们对开那里 最有个很大的落地窗 还有你看天窗 多漂亮 可以看到星星 如果天气好的时候 我觉得很浪漫 这里 两个情侣 其实我感觉很适合情侣 也有点 朋友其实不会怎么样 不是 朋友去对面 那边喝酒 这边关门 什么事 都不知道 当然要看一下厕所 其实这个厕所 我觉得都可以比美上这个酒店 是我最喜欢的风格是云蛇 还有最重要是光石分离 对 光石分离也很重要 是的 虽然这个地方都小小的 但我觉得基本上 是必须的东西都完全齊全 其实我应该这么说 其实这里有时 甚至是大过我们平日 在外面市区住的屋 真的叫做 舒舒服服 我觉得都远离市区 有点感觉就是 完全不像在香港 还有我发觉这里很安全 逃生的方法都放在这里给你看 嗯 是很安心的一件事 是的 然后其他露营那些 有些小狗 又可以整班一起过来 chill一下 玩一下 终于可以带一只小狗 做得非常之好 是的 于是我第一身的体验 就大概到这样 开一下这个 这个叫做 看一下 哇 哇 这里是我的东西 来的 哎 好舒服 哇 完全可以 因为我们刚刚已经去了一个 比较有日式的东西 但这个 完全是 我最喜欢的 真是明正言正的Instagram 风 这里有几架车 专业是给寵物的 这个应该是给寵物一起睡觉的 可以到处放 为什么不说是寵物车呢 大家看看这个门口 旁边会有寵物兜 就是不用带兜过来 可以装水 装食 而且虽然它的窗是比较小 但看上去 看到外面的人在做什么 在玩 其实一点都不像是留在香港 我觉得都非常推荐 开完这个箱了 没错 你看到这里是很大的地方 有一家人 有小朋友 看到一群朋友过来 这里是BBQ 这里看日落是很阔落 很漂亮 然后玩吹波波 然后一家大小 我觉得完全是一个 世外桃源 没错 但我们现在要趕着去看日落 和飞鸿 所以我们现在来 Let's go 很多房价的一个露营车 其实最好这个位置 我刚刚坐下发现了 原来见到美丽的直样 是刚刚很静 是刚刚很静静在前面 你快一点 左手举高一点 左手 飞鸿不是你 是飞鸿 飞鸿已经捞到 像关公似的 好恐怖 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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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拜拜 奔向直扬 加油 今晚吃饭 不要想着我爹 你为什么会生气 因为我笑了 你不是很健壮吗 我是很健壮 但是我笑了会流气 我鼓住气 对 笑了会流气 好形状 好形状 不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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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飞鸿刚才的comment好笑 他说好像 好像什么 圆浮 很虚模 叫一构东西 要不要再飞一次 行行行行行行行 但是我要拍开场 你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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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爬到疯了 只要是 走 走 走 看 走 走 走